第一步,将仪器放在稳固的试验平台上 第二步,将两条电源线分别插入对应的电源接口中 第三步,将销声器与真空空连接 再将空气过滤器与真空泵连接 将胶管分别插入仪器和真空泵对应的接口中 并用电源线将真空泵与仪器连接 第四步,在两侧的涂抹支架上安装随机所附的负重砝码 再将涂抹支架往后搬起,搁在后面的支撑杆上 第一步,在开始试验前可先启动仪器 旋转调速旋钮设定速度 一般推荐的涂抹速度为每秒8到10毫米 第二步,将准备好的涂布底材放在真空涂布平台上 第三步,开启真空泵上以及仪器面板上的真空泵电源 本仪器适合各种不同形状大小的涂抹器 以及涂布棒 放置置背器,然后放下砝码压好 第四步,将样品放置在机材表面上 按下启动按钮即可开始自动涂抹 第二步,涂抹完成后 如有多余的样品流入到右边的实验收集槽中 松开收集槽两颗螺丝即可将其取出 方便清理 一切操作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